狐狸喝葡萄 有一只狐狸有一天它路过一个葡萄园 它心想 我真口渴呢 但不知道这葡萄甜不甜 这时狐狸听到有个声音说 这葡萄真甜 狐狸抬头一看 原来是只猴子 它正在葡萄树上摘葡萄吃呢 狐狸听了 赶紧也上去摘 可是葡萄树太高 它够不着 狐狸点起脚 伸长了手 但还是摘不到葡萄 狐狸跳了起来 还是摸不到葡萄 狐狸于是学着猴子 抱着树往上爬 但它不会爬树 只好放弃了 狐狸又抱来一块石头 它站在石头上 点起脚 伸长手 没想到还没摘到葡萄 它却从石头上摔了下来 狐狸 狐狸疼得直滋牙 它摸着摔疼的屁股 一瘸一拐地走了 口里还说 这葡萄肯定是酸的 不好吃 我才不吃呢 猴子在树上哈哈大笑 说 狐狸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是酸的 这葡萄甜得很呢 这葡萄 有什么 有什么 哀